我們的老人院的服務水平 確實十分參差 我自己有少許時間 我就會上去老人院那裡看 我就走上去 打開門 大家認得我 知道我不會白撞 梁先生 什麼可以幫到你 我沒有想你參觀一下 行不行 他說 你看看吧 有些情況真的不忍觸到 尤其是那個空間的問題 我見過很多老人院 由於租貴 樓價貴 因此老人家得到的地方是什麼呢 一張單人床 一個床頭櫃 一張梳化 然後床尾那裡有一排一排的衣櫃 老人家除了自己的私人空間之外 就沒有活動空間 而且入到空氣不流通 往往有些老人院裡面 還有一種人體的 或者便利的氣味 如果我們可以有多些的土地 我們可以提供給一些非牟利的團體 辦多一些老人院社服務 而他們的收費裡面是沒有租金 沒有地價 沒有樓價 成份的話 我相信老人家 和他們的子女 會可以負擔得更加好的服務 會有更多的空間 讓他們進行一些自主的活動 但是大家知道 往往我們在 改變土地規劃用途的時候 我們碰到一些什麼的阻力 但區政府過去那三年 在土地問題上真是前赴後繼地去做 有很多個地方 在那裡 沒有地價 那幾個地方 可以負擔得更好 但我可以負擔得更多的